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的就是茂房团 所以我记得我还很年轻的时候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参与 几乎每年有至少六次以上 我就开始在参加茂房团 我还印象很深 在我1991年的时候 我们第一团到印度 印度茂房的第一团 然后当时也是第一团到中国 那我觉得说第一个 因为我们不熟悉的环境 那有大家长来带我们 是最简单而且最省时 所以我们就想说 这样子的话 每年以后我们就是每年 都会排这样子的活动的预算 这样比较省时又省时 而且最主要是安全性 2008年金融海啸 那金融海啸的时候 我们就要突围 要突围 我们就考虑到说 怎么办 机器 我做机器的 机器的话 不好卖 没有人要投资 那没有人要投资的时候 你不能够不跑 但是你一跑 费用又很高 所以我们就说 找一些上下游的整合的相关的产业 一起来分担这样子的费用 所以在我们的计划里头的话 有人帮我们分担费用 那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联盟 那成立了这个联盟 其实最开始是分散我们的费用 创造我们的机会 然后我们发觉到说 还是不行啊 这样子的那个 费用也是很高 然后我们自己这样子在跑 费用还是很高 所以我们考虑到在未来 就是透过就是 当初又一直在promote的 就是网路行销 那我们在 你看这已经快是 五六年前的事情了 网路行销 所以我们发觉到来试看看 那我们就进去参加台湾金帽网 我们就透过一个专业的平台 然后有更多的收行营群来介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讯息是可以在同一时间收集到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在这个金帽网的一个拓展上来讲的话 这样子是比较有效率 然后呢是时间性 对我们而言 我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自然而然的 就有这些的讯息进来 那我觉得说 这个是费用上来讲 也是比较经济的方法 那金帽这一块的话呢 透过专业的平台 对我们而言 是比较有效率 这是我们感觉的 其实在台湾金帽网里头的话 我发觉有三大主轴 第一个主轴是 它的讯息很快 所谓的讯息很快 就是说市场的讯息 那因为我们参加协会 是比较特定 所以我们得到的协会的讯息 是特定的讯息 但是有些时候 有一些是我们 pay attention 你想要去promote 但是你 你没有那个机会去 involve 因为你没有搜寻到 这些讯息 那我发觉金帽网 它几乎 几乎都有这样子的 那个快速的市场讯息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发觉更多的是 所谓的贸易机会 我们金帽网里头 有一个是很多贸易机会 他希望说来采购 那我们就会去注意到说 哪些国家是我们有兴趣的 那这个贸易机会的话 你点进去 你就有比较直接的机会 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方向 机械很难卖 但是呢 我们又不能自己去做成品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延伸出来的 第三个阶段是什么 我帮我的客人做promote 我的客人 像我们最近有一些杯子 你看到很多的那个塑胶杯子 饮料杯 或者是优果杯 我们发觉到说 我就是卖机器 那我的客人 他是专业在制造 这些杯子的 那我卖不到机器 因为机器很贵 可能你要准备个上千万的 我卖不到 但是后来我发觉到说 我都需要我的客人的sample 那我们就去跟他拿了sample 很多客人喜欢这些sample 他问我们说 你可不可以卖我这些products 那我说不是 我是卖机器的 我不是卖产品的 那像这样子小 抱歉就是 这个小额的那个贸易机会的话 因为我们本身机械业 不太不太适合 但是呢 我的客人 他非常适合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的机会 把这个平台 link起来 我的客人的产品 我可以在这个小额方面 来贩售 那这样子的话 对我是间接的 一个市场的扩展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的 感谢观看